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顾问公司制作 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内容同步刊载于双核万的网站 还有杂志上面 今天凯宇要跟大家谈一本书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谈书 我没有在绕口令 因为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畅销书的故事 这本书我想很多人 对于他的认识 可能多数是在跟出版业有关的 或者是呢 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出一本畅销书的朋友 那他的英文原版在2005年出版 而中文的版本是在2006年 所以距今现在其实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 那这六七年下来呢 很多人说那这本书里面所谈的东西 是否还具有参考价值呢 我个人觉得 一读再读的结果都是历久迷奸 而且呢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迷思 不管对于出版人来说 不管对于所谓的新作家来说 还是读者来说 这些迷思是我们应该要认识 可是呢如果没有这本书 是没有人会告诉我们的 那今天呢 凯宇的对谈人是嘉玲 嘉玲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嘉玲 嘉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你虽然今天最主要是要提一些问题 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 可是呢 我想你对于这本书 你自己本身有做创作 我想你在看到他的书名 和读了他的内容之后 你在读之前的这个想象 跟读的过程 你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 我觉得两个字来形容 那根本就是冲击 冲击 对那个冲击就在于 原来出版是这样 刚好最近我们在录这段访谈的时候 是国际书展 没错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那我有去国际书展走了一下 你就会发现 哇 有一些书真的是被大大的宣传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哇这本书一定很棒 那它也是我们所谓的畅销书嘛 可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去了解什么叫畅销书 那什么样的书会变畅销 我只能说 这其实就跟 这其实就跟赌博是一样的 赌博 对 就是 其实对出版 一切是几率嘛 对 真的有一部分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比较打破我自己是一个创作人的 那个迷思 就是我要把内容做得很好 我每个字都要很雕琢 可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 它重新让我理解出版市场 跟出版一个作品 它的差别在哪里 对 所以呢 在这本书当中 我自己本身在阅读的经验 又跟嘉玲一样的感觉 因为 我记得我那时候买这本书很妙 它在2005年 英文原版出版 2006年中文版出版嘛 那所以我记得呢 我买这本书是我 应该是在06年 07年 应该是07年 07年的时候买这本书 而且呢 我买这本书就是在国际书展 2007年的台北国际书展上面买的 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都还不认为自己是 想要去多做些什么 比如说像作家等等的 那个时候单单单单单纯纯的 只是说想多读点书而已 结果就把这本书带回家 那带回家之后 我也没有马上看 从此以后呢 它就被冰冰在我的书架上 历经几次搬家 和几次书籍的大扫除 它始终都没有被我丢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一直到最近 自己本身开始有作品 要也成为一个作家 也对出版业有紧密的接触 随着这个过程才慢慢的读 而读的过程也不是连贯的 是片片短短 可是我总觉得说 心中好像有一个东西在召唤我 就是说 好像跟书有一个不解之缘 而且呢 所谓的畅销书 它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那其实是迷思啦 我想说可以给很多的这个听众 做一些分享 那我不知道佳玲 就是说我们在谈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你从一个 因为我结束这本书比较久 你从一个第一次刚读完的朋友来说 你觉得对这本书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可以呢 透过你的表达来做一些发问 然后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些互动 我在想的是因为 对一般人而言 他不会特别去研究 畅销书是什么 所以这本书它主要 它是写给哪些人看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这本书它其实是写给三种人看 这三种人分别是第一个 就是刚准备要踏入出版业的菜鸟 或者是呢 想说有朝一日 一定要进入出版业的朋友 或者对出版文创产业 有些憧憬的人 是的 因为为什么我说特别强调菜鸟 其实这里面写的一些东西 我应该要正本亲缘一下 去谈一下这本书 它的一个写法 这本书是两位作者 Brian Hill跟Deep Power 这两个作者 那它的写法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集访谈大纲于一本书 应该说访谈的内容 于一本书 那它访谈的对象有 包含出版业的编辑啊 经营者啊 选书人啊 经纪人 经理人 作家等等的 你想得到跟出版业 可能呢 有相对比较直接相关的 甚至于书评价 还有通路出版 出版的那个商店 没错 没错 所以你说这本书 它是想要企图 用这样的一个出版 然后去影响 大家怎么操作畅销书 我觉得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它里面就是 各家说法都有 然后很详实的 以问答条列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 所以你读者 你在读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同一个问题哦 从不同的角度 也许从经纪人的角度 你得到的答案 跟在作者得到的答案 是不一样 那这本书好的地方 就是它把这两个观点 都列给你看 甚至于一样是 所谓的编辑的角色 那不同书系的编辑 或者是 甚至于同书系的编辑 只是在不同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都各有不同的说法 是 那其实我也 还蛮印证一件事情 就要文人相亲啦 是 所以我在想哦 为什么说这本书 第一个写给 出版业的菜鸟 或者对想要进入出版业的朋友 一定要先看 就说 你可能会抱持着 所谓的很多的幻想 比如说 我进入一个文创业 我就开始变得多么有气质 那其实事实上 它被称之为一个产业 它就有一个活生生 也就是血淋淋的部分 就书要能够卖得动 它一定要有商业上的价值 对 它有很多的行销 跟很多 甚至我必须讲妥协 是 因为它毕竟 这本溯源来说 它是一个business 只是这个business 或许有它的一个特性 或许有它的一个 就是说 每一个人可能 我们站在这个领域外 都会有一些偏见 那你及早地看这本书 不管是正面的偏见 还是负面的偏见 这本书可以帮助你破除它 让你在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所设定的生涯规划 跟自我期待是 比较相对正确的 是 对 这是第一种 出版业的菜鸟 那它写给第二种人 叫做新作者 这个 讲到你了吗 对 讲起来还蛮恐怖的 对 因为 我自己 我自己记得 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 过了 应该说从研究所毕业开始 我就一直想要出书 然后呢 一直到 几年之后 大概几年 三四年之后 才真的慢慢地 靠近了这个出书的梦想 是 对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呢 就如同他书里面讲的 很多作家喔 其实对出版 应该说 很多自称为作家的人 对出版都有相对不正确的期待 你可以多说一下 那个期待内容是什么吗 比如说 针对 针对一个 创作者的本位来说 一本书是不是你 偶心力学 是 它根本就是你的baby啊 对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作家 就算你里面是 怎么样当剪贴部啦 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会说 这本书就出自烂造 我就随便糊隆读着 我想不会有人这么干啦 对呀 对于一般所谓 正常负责任的作家 每一本书真的都是你 偶心力学之作 可是呢 你的偶心力学之作 跟销售数字一定对得上吗 很多时候是对不上的 那你认为很棒 很有价值的内涵跟内容 一定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吗 通常不是 我们先不要去讲 能不能影响别人 是 我注意听我刚才所讲的 是别人想要知道的 有时候麻烦是麻烦 在于你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道理 可是没有人想知道 对 所以根本起不起 市场的一个波澜 再来 所谓的一个作家 他是只出了一本书 就叫作家 还是你在于你的写作生涯当中 你的设定是什么 通常新作家 在这本书里面的披露 跟我实际在台湾 跟很多出版业的朋友 互动的结果都是 新作家偷前面三五本书 不要想赚钱 是 就连出版社本身 他都已经知道了 我投资一个新作家 我是投资大家三五本之后 是不是慢慢能够形成 一个市场的气候 而不是期望说 前面三五本就能赚钱 因为一刷可能都卖不完 对 而且不要对一刷想说 一刷几万本错 一刷一两千本而已 在台湾一刷只有一两千本 而且现在呢 你要称得上是畅销书 在台湾 一刷卖得完就叫畅销书了 对 所以你身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这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个状况是 那听你这么讲 那我是不是就写一些 划纵取宠的东西 是 就可以了 我必须这样讲哦 划纵取宠永远有它的市场 是 可是呢 生命是你自己的 你究竟要 多少比例是要划纵取宠 而多少比例是要回归 对自己生命负责 这只有你是一个创作者的本身 才能知道 或者才能去体会跟理解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哦 这本书为什么写给作家看 因为作家你毕竟是这个 所谓的文创产业的一个核心 我们说核心的研发部门吧 那研发部门 我们看一般的企业 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研发部门 他研发自己觉得很开心的东西 自己觉得很棒的东西 可是市场一点都不需要 对 会飞天会遁地有没有 问题是第一个可能市场不需要 再者就算市场需要 而你做的东西还没有办法 让你公司里 或你的产业里的业务帮你推销 他不知道怎么推销 是 好 那你自己本身身为一个作家 我看尤其很多新作者 他常常有个迷思 是我只要把书写好就好 对 以现在的媒体形态来说 你已经不能只是把书写好 是 你要懂得曝光 你要上很多电子媒体 你要接受很多专访 偏偏在电子媒体的专访里 你如何把你可能数十万字 一个很丰富的内涵 在主持人的一个问题底下 你用最简单的三句话 就要能够讲完 对 这很大的挑战 而且你要控制 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的肌肉不能颤抖 你的表情要是自然的 所以他其实已经挑战作者 他除了他的创作能力之外 还有他的一个行销能力 表达能力 对 甚至是他要怎么样去为他的 作品代言的能力 对 其实他是一个全方位的建议 我是觉得 因为其实这本书 他里面 我看一下 他分成三个部分的访谈 第一个部分的访谈 第一篇叫畅销书 就以这三个字为题 那事实上里面访谈的对象 多半就是 所谓书籍的编辑 出版业的通路等等的 相关重要 在决定这个市场 比如说我们说 电子业的那些大老板 那些重要通路 上下游 这是畅销书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他所采访的对象 就叫出版人 包含呢 编辑出版商 版权经纪人 等等的部分 那第三篇呢 他专访的对象就是作者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 他是全方位的建议 因为全方位建议是 你毕竟你要套入这个行业 你要套入这个产业 你对这个产业 一点概念都没有 或者你对他的认知 本来就是错误的 你看多少人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多少人怀抱的很大的梦想 觉得我赚了一笔钱之后 我要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 开个咖啡厅之类的 有没有 以为从此以后 可以过着幸福快乐 又血液的日子 退休的生活 对 不要做梦了 他开咖啡厅的本质 他就是餐饮服务业 是 所有餐饮服务业 你不要看到他 美妙梦幻的一面 请问如果一家咖啡厅 没办法开的美妙跟梦幻 会吸引你进去喝咖啡吗 不会 会让你在那边坐一下午吗 不可能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他那个美妙梦幻是做出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 他背后要做很多 不美妙不梦幻的事情 才能呈现那个美妙跟梦幻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作家是一个很浪漫的行业 其实错了 作家他要比一般的工作者 有更大更大的几率 而且在这里面 他访谈很多 现在我们看起来 是很有名的作者 那这些作者就会去谈到 他们的日常生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他们就会去说 他们每天的日子是 跟上班族是一样的 不要以为作家就每天 坐在家里没事做的 甚至于比上班族的工作时间还长 是 他连做梦都要记录他的潜意识呢 对 然后呢 他要很有规律 而且很多很多的作家都说 他的创作生命可以这么长 是因为他有一个很严谨的生活 对 所以那跟我们在想的是 哇 作家好好 每天不用通勤 每天不用跟上司 不用跟你的同仁们打交道 真的是太开心 也错 其实那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创作的孤独 没有人去理解 当他的书还没有成型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有人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在干嘛 而且国外有统计哦 平均一个畅销书的作家 他都是在自己的出版生涯里面 出到第七到第九本书 才真的红的 是 也就是说什么呢 第七到第九听起来很轻松 对不对 你能忍受自己前面六七本 是这么漫长的创作过程 你的偶心力学 就被市场完全没有反应 甚至于被批判的一文不值吗 而且我觉得这已经还算是很好的作家 这还是已经成名的统计 还有人愿意帮他出版 其实这里头也有说很多的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棒的书 其实他被退稿退了二三十 对 二三十次 对 对我觉得那个一再的被退稿的那个 你要怎么有自信再去迎接下一家 再去说 哦这个作品很不错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需要很大的勇气 其实我也在这边跟各位做个预告 有一本书叫退稿性 也是很久已的书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本书对于 投入创作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引 那过一段时间可能会跟大家介绍 那我记得我前几天在看退稿信的时候 里面呢看到一位大文豪海明威 他当年呢也是被退稿 而且呢他被退稿的那个作品好像是春潮 就是他算是成名作之一这样子 出版社给他的说法呢 说他的品位大有问题 你知道吗 那本退稿性那本书里面 汇集了非常非常多 后来都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但他当初被退稿 那出版社给他的理由是多么让人不堪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现在的听众你对于出版有一个热情 甚至你对于自己创作 你也有曾经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写写书写文章 然后期待自己有一天可以出版的话 你一定要看这本书 对我觉得 我觉得他第一个他会适时的提醒你一些现实上面你需要考量 另外一个是他其实也给你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就是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不要那么这么的把它回归到自己的错 因为你要去看到整体的一个环境是怎么一回事 对而且你就算看完之后发现有没有 我这辈子真的不要太会出版业 我觉得也好你知道吗 最怕是你已经 头都小了 对对对 你都已经进退两难骑虎难下了 这时候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明明是一个这么丰富多元的一个文化产业 就被你好像搞得跟那个工厂作业员一样 我也不是说工厂作业员不好 如果你能在其中找到工作的乐趣也就罢了 偏偏你又没有乐趣 只是因为你太习惯了走不开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件人生很悲惨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在这里 好那凯云你可以再帮我们分享 那第三个要读这本书的人是谁呢 我觉得我自己常年在做这个书评 在做阅读推广上来说 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叫读者 是 你有作品有书评 作品跟作家讲 应该说书评者跟作家讲的再怎么开心 那是自己关起门来在娱乐彼此而已 可是事实上呢 他一定要有读者嘛 那为什么我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觉得阅读对你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来源 或者是你常常能够透过阅读 得到很大的乐趣 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必须维他命之一 那这本书我觉得你也必须拿来看一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现在读者因为资讯发达嘛 所以其实大家走进书店 或者到网络书店上 你会发现在最显眼的位置上都有一个东西 叫Billboard 对 叫排行榜 对 对不对 叫告示栏 叫排行榜 那我们多数人 可能对于所谓的书籍的评价好坏等等 是不是在follow那个排行榜 是 我们知道唱片业有所谓的买榜嘛 对不对 那你说出版业有没有呢 出版业我这样讲 出版业的买榜相对效益比较没那么大 也不至于这么做 我觉得啦 除非是像艺人出书那还有可能 因为它维持它的代言的声势 可是呢 譬如说一些文学类 这些 它可能没有买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买榜的动机 你刚才是说买榜的效益 跟它后来可以得到的好处 其实没有那么正的相关 对 但是呢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多数人 他可能对书籍的认识了解评价 都还是来自于排行榜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 对一般读者来说 你觉得上了排行榜的书是什么样的书 应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棒 然后应该就是读起来很快乐 或者是读起来很有深度很有内容的书 我们才能把它撑上排行榜的好书 简单来说就是这本书要写得好 对不对 对 但我必须跟大家讲 在这本书里面 它访谈非常多的编辑 跟所谓的出版经纪人 版权经纪人 作家经纪人 他们呢去做一个 就是针对一本书能够成功的各种原因 去打分数 那这里面的分数排行榜 对于编辑来说 第一名一本书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叫做预付版税数额高低 可以跟我们讲 什么叫预付版税吗 这个部分呢 在国外比较多是这样 就是说一个作家他要出书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一刷可能是一万本 那这一万本是不是就有所谓的版税 是 但这一万本是不是在他还没有被印出来之前 他是还不会在市场上出现的 是 可是呢 这个是相对于保障作家 就是说如果我一刷就在印你一万本 所以呢 当我跟这个作家签约也确定要出书的时候 我就会先 就出版社会先给这个作家一万本的预付版权 有点像是其实先给一个权利金 让这个作家他可以去创作 他不用为他的生活担心 这样他才能够好好的工作 对 所以你去很妙的一件事情 预付版税数额高低 也就是说呢 这个作家可能还在创作的过程 甚至于只是一个出版计划而已 是 那在台湾的话 因为台湾的出版环境相对比较特殊 所以呢 台湾我个人觉得这个还好 因为我在台湾知道很多例子是 有很多书的版税权利金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市场的销售是非常非常的惨不忍睹 这我就不客气的说了 那我们看 可能你对预付版税数额不是太了解 我们看 对于编辑来说 一本书成功的第二名 叫做行销做得好 第三名叫宣传得当 那你说所谓的书写得好 它被排到蛮后面的 所以其实对编辑而言 内容好不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他们常跟我说内容不重要 天哪 这听起来在读者的耳朵里那是什么回事 那我买这本书回家要干嘛 所以咯 所以我们常说阅读要培养独立的思考的能力 那所谓独立的思考能力 其实你当然一般人刚开始的入口 是从这个所谓的排行榜 可是我觉得当你渐渐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慢慢养成的时候 你要开始培养出自己的阅读口味 跟阅读品味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谈 这个有声书评 我的选书除了广之外 我也不拘泥于新书或畅销书的原因 好 那对于所谓的经纪人 作家经纪人或版权经纪人来说呢 第一名就说书评教好 就比如说像国外欧普拉 有没有 你是上欧普拉的节目 或欧普拉特别推荐 然后呢 所以这也相对的 你follow是欧普拉的品味 你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品味 是 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第二个是什么呢 叫做作者参与打书 还是跟行销有关耶 第三名叫销售得当 那所谓的书写得好这个因素 他在经纪人里面的排名 只比编辑台前面两名 也就是一个是很后面 一个是没那么后面 所以变成是说 做内容的好不好 他其实变成是一个基本功了 对 那当大家都已经很 有一定水准的时候 你还能够多做些什么 对 作者你能不能参与 整个行销的过程 是 你有多么的想要为你这本书发声 对 让读者去认识他 对 这更重要 对 所以他其实会 虽然是写给出版业的朋友 可是我为什么说读者 你读者了解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就比较不会 人云亦云 是 像我们每一年度都有 每一年度很畅销的书 可是这些畅销书的 这些畅销的概念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尤其像身心灵领域 这方面的书籍 这概念它绝对有它可参考之处 可是你是不是能够照单全收 我觉得你个人必须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 因为如果你看 你不假思索的去相信某个宗师 或者某个宗教 你会觉得是迷信 那你不假思索的接受 畅销书排行榜上面前面 那些所讲的内容 那跟迷信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我觉得这大家必须 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部分 那当然我自己最后也必须讲 就是说其实文创产业出版和阅读 它的确是一件让人很愉快的事情 就算揭露了这么多秘密 或者是如果私底下我们有机会聊天的话 我会跟你谈很多这个行业的一些秘心 即便如此 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因为我真的觉得 它毕竟是代表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 思想传承 一个社会教育跟运动 所以呢 我谈畅销书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嗯 好 那我觉得凯宇今天其实谈这本书 当然不是只是要告诉我们 这些八卦跟秘心 而是真的就是期待 让各位听众 让各位对阅读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了解 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市场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那既然你了解这个游戏规则 当然你就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接受这个规则 那他们发了什么书 你可以看 我觉得这也无仿 没有什么 如果你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 去这样去挑书 某种程度 市场上的确也帮你筛选出一些书 我们刚才有说 会变成畅销说 内容也许不是最重要 可是至少它不能太差 是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 如果你很想建立自己的阅读的品位 让自己有自己的阅读的风格的话 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 你就会可以了解 哪些书你在选择上 你要着重的重点在哪里 对 好 今天很谢谢 嘉玲跟我做这样的一个对谈 我们谢谢一下彼此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听众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